大哥大嫂 你们非要分这个家 咱们就分 姑姑 姑姑 我是婷儿 姑 姑 婷儿 找姑有什么事啊 姑 平时都是爷爷陪我背书 爷爷不在了 我找谁呀 爷爷不在了 还有姑呢 以后啊 姑陪你读书 东家的丧事还没办完 你也要劫老劫埃 喝多了不好 我劫什么埃啊 我爹尸骨未寒 他们就恨不得把这家的房梁都给拆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这不是往我们心里戳刀子呢吗 阿姨 我想有二爷的良心 有小姐的忠心 有全家人的旗心 这个家不会散 现在如今 我妹妹当了这个家 她有了这个家的钥匙 但她缺的是众星拱月的地位 不仅在这个家里没有 整个近善村恐怕也难浮人心 如果不分家 那个小彩云就会一直折腾下去 直到把这个家折腾垮了为止 到那个时候我妹妹可就惨了 二爷 你想分吗 那不分又能怎么样 从我爷爷那辈不就经历了分家的阵痛 这也过来了 我只是心疼我的妹子 她太哭了 二爷 有道是家散夜亡 您想过这些吗 凡事要往开处想 这天下之事 分久必合 何久必分 何况咱们这个垂木的家 大掌柜的 您想过没有 把我那份交到我妹子手里 咱们毕竟还有两份 东山再起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 行了 就这样吧 来 大掌柜的 把这杯酒喝了 去把家里的产业好好估算一下 三亿三十亿给全家一个交难 二爷 我说句我孝子夫不应该说的话 我不会让这个家散 我告诉你 你这边把这些越来越开 三十亿给家出 三十亿给人家 我说句话 我说说 甚至是 我说 咱们 你们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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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